中国南排今天晚上将启程出发前往日本 准备参加2023年世界南排联赛 中国南排此行的目标是 争取多赢一些比赛 提高世界排名 从而增加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希望 今年的世界南排联赛 包括三战分战赛与一战总决赛 中国南排将先后在日本 荷兰 菲律宾三个赛区 参加总计12场分战赛 争夺总决赛资格 由于世界联赛共有16支国际排坛水平较高的球队参加 因此对于世界排名目前暂列第26位的中国南排来说 比赛很有挑战 肯定会有 因为包括我们现在的二船位置 到现在的确也没很确定下来 应该说攻守应该说都在了 但是就是二船的位置上还是比较头动的事情 中国南排目前最薄弱的环节是在二船位置上 由于去年世锦赛主力于姚晨出国读书不在队中 新培养的郭成 陈磊阳 刘志浩等几位二船 还比较欠缺国际大赛经验 在集训中 中国南排请来老帅沈富林 指导二船训练 不过二船手的成长需要时间 征战世界联赛 中国南排将进一步激发新人潜能 同时依靠整体的力量进行弥补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包括个人的基本训练 个人的能力 还有身体素质上面 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训练和提升 应该说现在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在张景印 江川等海外效力的选手 相继归队后 中国南排正有序地安排他们 融入到全队战术体系之中 另一位场上主力 效力于日本三德利俱乐部的彭世坤 晚些时候将与全队在日本会合 从漳州到北伦 经过三个多月的集训 中国南排将以最好的精神面貌 迎接世界南排联赛比赛 首先手的伤病问题 我觉得康复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其次是就是中间训练时间 就是腰有一段时间受伤了 然后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康复 然后加强力量 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 在国外打球的人都回来嘛 然后这方面就是球队 场上经验这方面 那整体串联起来 肯定会比去年 跟他成熟一些看起来 然后技术方面 我觉得整体就是 球队这边整体的配合 我觉得是比刚开始组队的时候 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临行之前 全队在训练场上拍下了大合影 由于世界南排联赛的成绩 进入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关系到 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因此中国南排必将全力以赴 目前在无声指导的带领之下 中国南排正在努力的提高 并且在许多的环节 已经展现了可喜的变化 我们都十分期待看到 江川和张景印合体时 整支球队将焕发出怎样的能量 当然一切也都需要 在比赛当中去检验 当中国南排抵达日本之后 全队将与日本国家队 先进行多场热身赛 随后正式迎接 6月6日开始的世界联赛 首战比赛 总台央视记者北伦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